Hello,大家好,给大家看一看阿妍要回国之前呢,我们完成的一些行程 我们今天过来拍照片啦,今天阿妍的一岁的照片我们提前拍 然后阿妍要走了嘛,所以提前拍,然后她就特别喜欢拍照片 我们今天过来拍个照片,都忙死了,然后都没有时间那个拍个视频 都已经拍完了,然后想起来拍一个视频 提娅多讨气,提娅看看你赏什么样今天 哎呀,讨气,太讨气了 好了,我们要换衣服回家啦 小阿妍还是表现了最错的 不拍了啊,孩子开始讨气了 真的带这两个孩子拍照片实在是太慌乱了 所以呢,拍摄期间我们没有拍视频,后来才反应过来 回家的路上孩子们都已经累得睡着了 因为起来的实在是太早了 转天呢,我们又带着Tia和阿妍来到了这个海洋探索中心 带Tia看看小动物 因为我们不敢离开沈阳太远嘛 怕万一外地有什么情况给我们堵在那里回不来 所以我们这一时一期间都没有出去玩 我又想着等着阿妍走了之后 我就很难得有机会带孩子们出去玩啊 看看外面的世界什么的 所以呢,就在阿妍走之前 带孩子们来看看小动物吧 今天先来看看海洋动物 看看鱼啊什么之类的 Tia都没见过 肯定是觉得很好玩的 以后回印度的话也不一定能看得到这么好的水族馆之类的 所以呢,就想尘埃沿在 我们就能多走的地方在室内就多玩一玩 过两天还想带Tia去动物园玩一玩 不知道能不能去上 尽量吧 未来孩子们应该最少有半年的时间吧 会看不着爸爸 所以呢,就是尽量多跟爸爸出去玩一玩 哎呀,有点伤感 哎呀,阿妻 哎呀,200C 阿妍在整理行李呢 然后呢,阿妍本来在玩这个轮子 然后突然她跑到行李箱里面去了 自己跑进来了 你要干嘛 你要让爸爸给你装行李箱里带走啊 啊 你要让爸爸给你装行李箱里带走吗 也不知道他怎么有这么多衣服 你看看这些全是她的衣服 不知道他怎么有这么多衣服 一个男人 然后呢 今年我们的行李全都是衣服 没什么别的种类的东西 你看他坐在这儿还挺好的呢 还有 还有 李箱里面又踏了三十倍 还有三倍多衣服 你也不能全都带走呀 他还要把最后的那个羽绒服给带走 哎,阿妍让大家看看你的小屁屁 嗯 你追起来让大家看看你的小屁屁 他要把最后最后的羽绒服带去印度 我说那是我们东北穿的 我都不会来了 要看怎么 在这里我的 你也不少啊 但是印度不需要 你不准扔我的东西 我不准扔 我不准 我当着全国的观众的面 不知道 哎,大家可以看阿妍的屁股 露了个洞 这可是新裤子呀 我刚才跟阿妍说是她屁股太大了 还是这裤子质量不好 那姐姐穿怎么没有事 还是她是开裆裤呀 大家不知道 小趴户 还有把你给我把你给我给我 把你给我给我给我 顾掌啊 顾掌是啥意思 你说啥了 这里面我放着衬衫 衬衫 我就这样看着安妍收拾行李 就觉得不得劲 才开始有一点点分别的感觉 之前的几天都是想她快点走 她啥时候走 哎呀,那个地方有点危险 我来了 不来了 哎呀,哎呀,哎呀 这么个小东西天天到处爬 太好玩了 一点扔行李箱里带走吧 你陪爸爸去印度好不好 沈阳的天气 也挺应景的 竟然在10月10号 今天10月10号的时候 下雪了 阿延赶上了今年的初雪 可是我看着这个下雪 就是也兴奋不起来 也觉得浪漫不起来 嗯,多少觉得有点分别的滋味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儿了 嗯,下期再见 你 谢谢大家